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1950年首创十大要犯名单 今年已是60周年 十大要犯名单透过大众媒体宣传 充分发挥吓阻犯罪的功效 十大要犯名单也充分反映犯罪模式变迁 从最早的社会案件到现在的恐怖活动 FBI每个嫌犯的赏金是10万美元 但是欧萨玛·宾拉登这类首恶 奖赏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媒体的宣传再加上高额奖赏罪犯 只要是登上了十大要犯名单 几乎都难逃罚网 中央社记者胡立宗华盛顿报导